《宋皇台站的啟用》 由於之前宋皇台站的啟用 令到市民大眾重新關注宋皇台的歷史 也將香港和宋朝重新連繫在一起 我們今天來到粉嶺 一起去看看宋朝皇室另一段在香港的故事 來到龍躍頭最有名的當然是五圍六村 不知道大家還記得早幾集跟大家分享過 上水之苦咬死兩名警員的故事 亦發生在這裡 要認識傳統村落 當然要先認識他們的祠堂 來到龍躍頭當然要拜訪重嶺鄧公尺 從嶺鄧公尺為三進三間的中式古建築 什麼叫三進三間? 不如我們先去認識一下中式古建築 進是形容一個建築物的深度 而間是形容建築物的闊度 數字越大代表建築物的規模越大 所謂的三進就是代表這座建築物有 前、中、後三個廳堂 即是有屋頂的部分 而廳堂與廳堂之間的露天部分稱為庭園 綜合稱為三進兩院 而三間就是有兩組的柱子 將建築物的闊度打橫劃分為三個空間 正中間稱為名間 兩旁稱為次間 重嶺鄧公尺就是一所三進兩院 橫開三間的中式古建築 另外 建築物的祖鞍、斗拱、橫梁、蟬板 和牆頭上都有精緻的木刻、彩素和壁畫 圖案的題材都是御意吉祥 反映昔日公像的徵戰技藝 我現在站在中堂的位置 即是平時村民亂宜休閒、祭祀、大排延殖 或是開會議事的地方 而在廳堂中間有一排木門 我們稱為黨中 一般私人的居所都會將黨中放在前廳外 以保屋內的私隱 而公共設施就會將黨中放在中堂這裡 讓村民更方便出入 平時黨中都是會觀賞的 直到有一些大節慶 或者是歡迎貴賓到訪的時候才會開門 即是我們平時所說的大開中門 就是在形容這個地方 我這些小人物走到旁邊就可以了 中堂黨中的後面就是後堂 是安放歷代祖先牧主的地方 牧主即是我們日常所說的神主牌 這裡同樣是橫開三間 中間的名間是供奉最早期的祖先 右次間供奉對中族有貢獻或是功名顯赫的先祖 左次間是供奉香賢 包括中埔鄧思猛 鄧思猛是明朝龍慶年間人 據新安願志的記載 他的父親被海賊老去並且勒取贖金 鄧思猛無法籌得贖金 就親自去到賊船 願以自己換取父親的自由 海賊答應要求並釋放其父 其後鄧思猛不願落海圍寇 就投海自盡 一個捨身救父孝感動天的故事 雖然官方文獻是這樣記載 但是據龍躍頭父老所說 原來鄧思猛實為代主為囚 即是他們原本是主博的關係 死後才被追認為中博入字香賢 要講重嶺鄧公辭 就必須要簡述香港新界鄧氏家族 鄧氏源於江西吉水白沙香 當中鄧漢忽 遷浪到岑田 即是今日的錦田 一般稱它為香港一世祖 而他的四世孫鄧福歉 在宋朝欺凌二年中了俊氏 獲受廣東陽春縣元寧 稱為香港四世祖 鄧福歉有兩名兒子 兩名兒子在分別開支有五個孫 分別是元英、元禧、元禎、元禎、元禎 稱為鄧氏五大房 而重嶺鄧公辭 就會由鄧元亮開始講起 鄧元亮在宋徽宗的時候 官至城武郎 任江西匠州元寧 後來金人入侵中原 宋兵節節敗退 宋朝皇室流散至匠州 皇后和潘妃被困 官人四散 高中年緊八歲的女兒趙氏 亦都在戰亂當中失散 與此同時 鄧元亮起兵勤王 平定戰亂 江口在路上收留了一名趙氏的女孩 但是趙女就沒有說出自己真正的身份 只是交代了自己是宗州趙氏 鄧元亮將趙女收留 並且撫養成人 更將趙女許配給自己的兒子鄧槐級 二人婚後 生下了林、紀、槐、子四名的兒子 其後鄧槐級過身 趙氏亦都垂垂腦耳 於是就叫長子鄧林 拿著他的書信 和當年高中皇帝的信物上朝 面見光中皇帝 光中查明真相大為感動 立即與趙氏王姑相認 並封他為郡主 更追封鄧槐級為歲院郡馬 而長子鄧林就授予敵功郎 其餘三個兒子則封為國瀉 鄧林後人鄧桂秀 在元朝末年遷居龍躍頭 逐漸發展成五圍六村 而鄧桂秀就用了他自己的別號 松嶺 來命名龍躍頭的鄧氏祠堂 也就是我們今天所介紹的松嶺等公辭 我們進到祠堂的後堂 仔細擦看鄧氏祖先的牧主 與其他祖先不同 皇姑趙氏的牧主上面有龍頭木雕 凸顯他的宋朝皇室身份 也都代表著今天的龍躍頭鄧族 是延續著當年宋朝皇室的血脈 今天分享了宋朝皇室在香港的另一段歷史 如果這麼巧你或你的朋友姓鄧 而是有來自龍躍頭的話 就快點回家查考一下你的家族歷史 你很大機會擁有宋朝皇室的血脈 發現自己原來是宋朝皇室的後人 這次講到這裡 下次再和大家去其他地方尋找香港歷史 一起道上香港 就是中堂的位置 就是平時的村民 村民 就是平時的村民日常聯誼休閒 祭祖大牌宴席和開會議事的地方 一般私人的住所我們都將會在... 這個這麼難 公共設施就會將... 中... 啊... 就會將黨中...